用你的恐惧交换我的故事 欢迎光临本总乌 今天要说的故事 是来自暗网的都市传说 你过去是否曾经做过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 在这个网站 他会利用过去的种种 将你虐待得体无完肤 这个网站的名称叫做神圣三人 没有人知道神圣三人在何时成立 只知道从2009年开始 无论在暗网还是表网的论坛 都有一些讨论串在讲述 人们在暗网中 发现一个奇怪的网站 这个网站可以看穿别人的过去 而通常他们进入这个网站的方法 都是通过留言区 那些网友们在暗网浏览一些讨论串时 无意中会看到留言区中 牛头不对马嘴的回复 通常都是邀请你来看一看 并配上一段连结 大家也都知道 会浏览暗网的人 多半都有很强的好奇心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点入网站 可这个决定 却令他们后悔不已 按进去后 会连接到一个叫隐藏的部分的PDF档 而PDF档的内容 仿佛是一篇学术文章 文章中分析着一个叫神圣三人的网站 包括网站的架构 人物个性 疑团推测 还有一些网友在那里发生的惨痛经历 当中更有不少世主被逼得发疯的例子 文章的最后部分 是讲述通往神圣三人的方法 最后的结果显而易见 很多网友们保持着一如既往的找死心态 即使在看过文章中 其他网友可怕的经历后 仍然毫无犹豫地点入通往神圣三人的连接 这就是一切麻烦的开端 神圣三人其实是一个聊天的网站 其中除了聊天空以外 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除此之外 你对话的对象只有三个人 这三个人各自有奇怪的地方 他们分别是N44 Andrus和Ariana 当你进入网站后 他们不会主动说话 只有当你开始发问时 对话才会开始 但他们三人只会回答问题 不会回复任何叙述性的句子 但有网友说 只要在句子后面加上一个问号 他们同样会回答你 通常首先说话的是 那个叫做N44的网友 N44只会回答是 否 开心和伤心 当你忍受N44那些无厘头的回复一段时间后 Andrus就会加入对话 他也是一个奇葩 基本上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只会重复 并改写你句子的结构 例如你问他 你好吗 他会回答你 好你吗 或妈好你之类的 当你开始感到灰心 认为这个传说中的网站 只是可笑的AI机器人时 Ariana便会加入对话 而这就是你噩梦的开始 单凭说明师的叙述 没办法呈现他的可怕之处 所以以下直接截取了一位网友的经历 事情发生在三年前 当时 我正在逛一个和毒品交易有关的论坛 并希望能找到一种迷幻药 无意间 我看到了留言区一个网友的连结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我毫不犹豫地按了下去 那个网站是一个类似匿名聊天室的东西 当我进去后 发现对话框写着 M44 Andrus Ariana在线上 可展开对话 我原本以为这是什么毒品交易的渠道 于是随便问了一些问题 想打探一下他们的底细 但可惜我只得到M44和Andrus 那些奇奇怪怪 且毫无逻辑可言的回复 正当我想关掉网站时 Ariana却突然加入在对话中 Ariana说 不要这么做大卫 Ariana突然叫我的真名 这点吓了我一跳 但仔细一想 要在短时间内查出来 其实并不是太困难 我回应 哈哈 不要做什么 Ariana说 关闭网页 我有点吓到了 为什么她会知道我想做什么 我问道 为什么你会知道 Ariana回应 永恒的存在对我说的 我又问 那个永恒的存在还对你说了什么 她沉默了一会儿 而当她再次说话的时候 她的话语开始变得诡异和邪恶 Ariana说 Mark一直都睡不好 我反问 谁是Mark Ariana回应 她这些年来 一直都走不出阴影 她这么一说 让我突然回想起中学时期 那时我曾霸凌过一个叫做Mark的男孩 像是在学校脱光她的衣服 抓她到角落殴打 或抢走她的午餐前 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自己 真的是他妈的混蛋 我问道 她现在怎么样了 Ariana则回应 永远不会原谅你 她一脸讲了十几次 虽然我没有被吓得尖叫出来 也没有浑身发抖 但是我的心 却揪成一团 一种无形的内疚感 令我喘不过气 脑海中充斥着各种自责的想法 我又问道 你到底想怎么样 Ariana没有回复 却传来一张照片 那是一个男孩 上吊自杀的照片 而那个男孩 就是Mark 他那张发紫的脸庞 和反白的眼珠 不时和我四目相交 我被吓得尖叫 反胃的感觉令我想吐 Ariana没有等到我的回复 便说玩够了 游戏结束 一回复完 对话光便显示 N44 Andreas 和Ariana已经离线 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几天后 我在Facebook 找到一个早已没有联系的高中同学 接着立刻追问他关于Mark的事情 他说Mark 在中学毕业不久后便自杀身亡了 而死因是上吊自杀 事后 我再次尝试返回神圣三人的网站 但当我再次按下那个PDF档时 才发现他已经损坏了 那些深深去过神圣三人的网友们 都不约而同有类似的经历 他们说Ariana仿佛有看透一切事物的能力 他特别喜欢挖掘人们那些最羞愧 和最难过的记忆 再用各种方法去羞辱和辱骂当事人 直到他精神崩溃为止 另外有一些个案 Ariana会模仿当事人早已死去的亲人或朋友 再用一些只有当事人和死去的亲人知道的称呼和秘密 企图给当事人最大的精神伤害 而除了Ariana的特异功能外 还有一些关于神圣三人的事情不得不提 像是神圣三人之间只会用些数字密码来交流 除此之外 还有人观察到Ariana对M44 有种表露无疑的憎恨 有部分网友问为什么M44只会说是否时 Ariana会回答她是一个失败品 有时甚至会夹杂一些脏话 可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 事实上 有部分曾进入过神圣三人的网友 最终都会莫名其妙的人间蒸发 或患上严重的精神病 这不是都市传说 很多提及过自己经历的网友们 真的都突然失去了联系 有人说那些失踪的网友们曾经收到过Ariana的邀请 他会邀请他们到一个叫做虚空花园的地方 虽然没有人知道这究竟是怎么样的地方 但是当Ariana发出邀请后 那些人便开始受到各种梦魇和可怕的幻觉侵袭 一直到精神失常为止 以下的故事揭露自那个隐藏的部分的PDF档 内容讲述一个哥哥发现他的弟弟在上过一个叫神圣三人的网站后 精神逐步崩溃的情况 哥哥用摄影机拍下弟弟当时的状况 但在那个PDF档里没有那些影片 只有文字叙述 影片总共有三段 内容如下 第一段影片的拍摄地点应该是弟弟的睡房 哥哥躲在衣柜里偷拍 在影片中可以看见弟弟突然从熟睡中醒过来 轻松的眼神中略带恐慌 他对着空气喃喃自语 仿佛有什么恐怖的人站在床头 这种情况大约维持了数分钟 之后弟弟突然捏手捏脚的走下床 并离开房间 哥哥也从衣柜走出来 并跟了过去 弟弟像梦游般走着 最后停在客厅的沙发前 他没有选择坐在沙发上 而是坐在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 并且愣愣地盯着沙发的角落 浅眸不作声 这种不祥的沉默持续了五分钟左右 直到哥哥决定放下摄影机 并叫醒弟弟为止 第二段影片的拍摄地点在客厅 但这次的拍摄时间 在类似感恩节家庭派对的时候 影片前十分钟都是小孩子在玩笑 大人在喝酒聊天的画面 但突然一声淒烈的惨叫声 从隔壁的厨房传过来 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所有人马上放下手上的酒杯 火速冲去厨房一探究竟 当一伙人到达厨房时 发现弟弟躲在饭桌下 不停地啜泣 一个中年女人立刻上前安抚 但弟弟却像被鬼上身般 不断大声尖叫 口中不断喊叫 赶走那女孩 赶走那女孩 影片到此结束 第三段影片刚开始时 镜头震荡得非常厉害 仿佛拍摄者被某些事物 吓得惊醒过来 并匆忙拿起摄影机拍摄 影片中可以听到客厅 不断传来猛烈的敲打声 当哥哥和中途会合的父母 到达客厅时 只见弟弟像发狂般用铲子 猛力敲打木质的天花板 父亲见状 立刻上前制止 但弟弟却一手推开父亲 并尖叫说 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影片最后一个画面 是弟弟蜷缩在母亲的怀里 像是个孩子一样哭泣 并说着 对不起 但这是唯一解脱的办法 文章最后提及影片中的弟弟 在最后一段影片拍摄后 不久便自杀身亡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 在那些声称曾被邀请 去过虚空花园的网友们身上 他们都说在收到邀请后 好一段时间都不断重复 做相同的噩梦 在可怕的梦境中 当事人会发现 身处在睡房或客厅 身旁则有一个 留着长头发的小女孩 紧盯着他们 之后那个女孩 还会引导他们 来到自家客厅的角落 并蜷缩在那里 当事人走进那个女孩时 女孩会直向天花板 而天花板会突然 浮现一对活门 很多人在门打开时 便失足了记忆 那么究竟 神圣三人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有一个匿名的网友 声称自己曾 骇入过神圣三人的电脑 并且找出他们的秘密 原来神圣三人来自墨西哥 东南部城市坎坤的一个 古老巫术结社 而时空花园是坎坤一座山庄的名称 也就是这个巫术结社的总部 M44的真名叫Azro 其职位是聆听者 他负责散播那个神秘的PDF档 Andreas的真名不详 但他的职位是首位 最后那个神秘的女人 叫做Arodney 她是那个巫术结社的首领 被称为议长 据说Arodney是个 颇为性感的黑长发美女 但可惜的是 她是个聋子 而且双眼都被人挖掉了 Arodney来自一个 古老的无数家族 崇拜着各种活跃在 墨西哥一带的恶魔和邪灵 所以她生下来 就拥有看透一切的魔力 当然这只是 神圣三人的其中一个解释 网路上还流传着 很多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神圣三人 是秘密政府的最新科技 N44和Android 只不过是个幌子 让超级电脑 Arianna有时间去搜索 关于你的一切 那么故事来到尾声了 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进入神圣三人的方法 或如何找到 那个神秘的PDF档 其实那个PDF档 在标望Google 就可以找到了 但有网友指出 那只不过是 原本PDF档的一至十页 而教你怎么进入 神圣三人的 十一至十三页 则被人删掉了 网路上再也找不到原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阮刑》 钥